一假装忙碌,假装不辛苦,假装不想你,而你永远也想不到,你有勇气去爱一个人,却没有勇气忘掉一个人,在越来越不敢找你,因为你的冷漠开始,让我觉得主动是那么的廉价。 四即使很多时候我都很想你,也知道要见你并不难,但我总觉得,我去见的你和我想起的你,并不是同一个人,无有一种孤独是心里真正化的是省日号,却只能在外人面前笑着,被这件事化身之号。 六,每次手机一见动,我都在想是不是你,给我发信息了,吃饭的时候会想着你有没有在吃饭,下雨的时候就想着你有没有带伞,更想知道的是,你有没有像我想你那样想念着我,其那个你以为天天包在口袋,贴在心里的人,即使很远很远,远的一点也不真实。 爸,我多羡慕在你身边的人啊,哪怕是和你擦肩而过的路人,他们就那样轻而易举的见到了让我朝思暮想的你,就梦里梦到他,醒来都渴望这场梦可以再久一些,突然听懂了一首歌,那首爱而不得都是在讲自己,他离开以后,发现自己有了他的习惯,使我其实很害怕。 你会遇到一个人,可以代替我,代替我对你的那份喜欢,我虽然独一无二,可我怕别人也是,十一我当然知道人都是会变的,也从未指望过你永远如初,但感觉到你对我不似从前的时候,还是忍不住偷偷难过了很久。 十二有时候,嘴上说的,跟心里想的压根不是同一回事,其实,我很需要你,只是,不敢打扰你。 十三很想主动联系你,很想关心你,很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,也很想紧紧抱着你并告诉你,我很爱你很想你。 但是有些爱,只能止于唇齿,厌于岁月,十四距离大概就是只你知道我没睡,我也知道你没睡。 看着彼此更新的消息,却不能说上一句话,都忘了咱俩多久没说话了,也快忘了当初,为什么有那么多话跟你说。 十五我不确定自己能用多少时间把你忘了,也不敢保证,我,就能真的把你忘了,我只能像现在这样,不吵不闹,不悲不喜,安安静静的与你在无交集。 十六,我一直都觉得,这难过的瞬间,不是我爱而不得的时候,而是我明白,我和你真的没有以后了,以前你给过我没有给过我的,都要给另外一个人。 而我,点点红的资格都没有,实际一个人,如果没空,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,一个人,如果走不开,那是因为不想走开,一个人,对你借口太多,那是因为不想在乎。 十八,我也会在失眠的夜晚,习惯性地想念你,没有聊天,没有电话,就只是默默地看着你的头像,又或者是来回翻看好几遍, 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,十九你忙,忘了我需要人陪,你忙,忘了我会寂寞,你忙,忘了我在等你电话,你忙,忘了你对我的承诺,但你知不知道,爱情不是等你有空的时候,再去珍惜的。 二十你不止一次在想,如果当年你们在一起,没有误会,没有争吵,没有浪费,没有伤害,结局会不会更好一些? 如果当时你没走,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